啊 你说对吧 对对对 你觉得这样行吗 是 我是觉得很好 真的 容锦绣 听说今天你要代表公司现舞 就穿这么条破裙子 垃圾堆里捡来的吧 行啊 你就少说两句吧 积点口德 锦绣啊 不是我说你了 今天公司这么重要的一个舞会 你怎么也不好好准备一条裙子啊 我 锦绣 你 容锦绣 董事长 你什么意思啊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的形象 代表的是我们美化公司 你穿成这个样子 像什么话 来来来 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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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怎么样 你也是来嘲笑我 穿的不够隆重的吗 你相信我吗 东西全都在这儿 随便挑 好 好 啊如何 這個 胡小 胡小 我們來唱歌 胡啦 Uhm 阿威 的歌詞 都是那些 代 胡啊 伊啦 胡達 胡啊 伊伊 vuel ψ 好 啊견 呼啦啊呼啦 我们来跳个呼啦 跳个呼啦呼啦啊呼 阿卫的舞台 都是那些呼啦啊呼啦啦 啊呼啦啦啊呼啦 啊呼啦啦的呢 呼 真是真好真好 感谢艾妃小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也感谢各位能够来参加美华的红装舞会 希望各位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容景秀不知道啊 我们刚刚也派人一直在找她 不用了 越来越大 is 哎 感谢各位能够来参加一年一度的美华的红装舞会 台下的这位就是我们美华公司研发部的精英 容锦绣小姐 今天她将代表我们美华公司 献上开场舞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一次以董事的身份 参加美华公司的红装舞会 我非常希望通过和林董事长的协力合作 能够把我们美华公司带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然 今年很遗憾不能做开舞的人选 不过我答应大家 明年 明年一定可以 这条狩猎有十颗水晶组成 它名为十全十美 我将这件礼物作为彩头 送给今年的优秀员工 也就是开舞人 下面有请优秀员工 容锦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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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姐姐给你断耍 希望容锦绣能够再接再厉 也希望我们的美华公司 能够早日做到 谁全时美 感谢我们的新董事 殷明珠小姐 为我们带来这个绝舞彩排过的惊喜 接下来就让我们各就各位 欣赏容锦绣小姐 为我们带来的第一支舞 坏了 殷少没来 我一个人怎么跳舞啊 我一个人怎么跳舞啊 还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 保持重心 跟着我的脚步 想不到左阵居然还会跳舞呢 阿姐 这个红装舞会不是为你而办的吗 怎么被锦绣这个臭丫头抢了风头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左二爷居然会跳舞 还跳得这么好 真是太给我们锦绣面子了 左阵这样的人 谁又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谁又知道他哪些懂哪些不懂啊 那倒是 看他愿意为谁而做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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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请我跳支舞吧 怎么 你不会害怕我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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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荣幸 锦绣 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其实我不是很会跳舞 而且我好累啊 我想休息了 那没关系啊 我们去露天花台吧 那边好多好吃的 走 我带你去 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费尽心机 值得吗 值不值我心中有数 你不觉得拥有这么一个女人 给生活添了很多乐趣吗 汪太太啊 你这戒指真漂亮啊 是不是霞飞路上那家保龄堂买的 我上个月去过看到过很贵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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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力真好 你那戒指算什么 你没看见英明珠今天那一身钻石形头 我认得出来 那是上次英伦拍卖行拍出去的极品 价钱 递得上法租界一幢花园洋房了 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不是那么明明的 是上不了台面的 你听说过吧 这位英明珠在大富豪出台的时候 就在台上跳过脱衣舞哎 漂亮妖美 那又怎么样呢 还不是被人养在外面吗 谁还敢娶她回家呀 现在图个新鲜 过两年厌倦了 还不是人在外面吗 哎呀 无非是富英男人的寄生虫 就算贷买最名贵的珠宝 你还是遮不住那一身 下贱舞女的剑骨桃 就是吗 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 我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人的舌头 可以这么恶毒 请问你们几个 有谁真的认识英明珠 她和向心胜之间 是不是真心的 关你什么事啊 至于她什么时候出嫁 那应该是英小姐自己的私事 还是管好你们自己吧 喂 容锦绣 你疯了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谁都希望活得高贵 你们以为这样子在背后说人家 就可以抬高自己的身家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刚刚说的一字一句 只会让我更加地鄙视你们 你说什么 没人错的话你是美华的员工吧 提醒你一句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美华公司的新董事 我强烈建议你 马上收拾你的行李 赶快去找一份新的工作 千万不要想做舞女这份工作 因为 以你这样的姿色来看 想必整个上海滩 最廉价的舞亭都不会少你 黄太太 好久不见 我记得 当年我做舞女的时候 你先生是我的常客 他常常跟我说 他说跟你亲热的时候 就好像在咬一堆 又老又硬的白纸 特别特别无味 恨不得扔紧垃圾桶 也不知道你们现在的感情 有没有好一点 跟我走 明珠姑娘 刚才那些人只是随便讲讲的 那些话你别往心里面去啊 经得起多大的诋毁 才受得起多大的赞美 我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如果在意这些话 我也活不到现在 既然都已经熬过来了 那以前的事不如就忘了吧 忘了 本来我是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可是因为你的出现 你又让我想起了所有痛苦的回忆 你让我觉得我的过去 特别的悲哉 我甚至开始觉得 或许我现在的生活都是假的 你知道吗 上海滩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想得到我 可实际上他们骨子里是瞧不起我的 那些女人呢 她们羡慕我的珠宝 首饰 名誉和地位 可是一转身 她们所有人都说 因明珠她得到的一切 都是充满身体得来的 啊 我知道这些年 你过得很不容易 不容易吗 她 当年 我和我娘 被你们赶出来 我们一路逃到上海 本来想投靠表舅的 谁知道他们去了广东做生意 没有音信了 为了活下去 为了活下去 我们住过桥洞 当过乞丐要过饭 和叫花子打架 后来 为了给娘赚医药费 我去洗衣店帮工 你知道吗 那个老板他想强暴我 你这些人 你这些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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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组织 你你你你经常会跳舞啊 哼 你为了锦绣 你破戒嘞 这女人不一般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 你把她送到狮子林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一般了 知道对她不一般 就离她远一点 哼 玩归玩 得注意分算 左震对这个叫容锦绣的姑娘 非同一般 你怎么什么都管呀 我只跟那个姑娘交朋友不行吗 即使我想管你 我现在能管得住吗 我外出这些日子 听他们说 你也不在上海滩 到哪儿去了 犯沈金融的事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相家不光只有你一个男人 我也可以为相家分担 再给我两天时间 我就可以证明给你看 走 走 你好 你好 干嘛 黎丽 你又在闹什么呀 欢迎我们的公主容锦绣的到来 这个是皇室礼剑 表示呢我们对你的重视 对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我来的路上 所有人看我都怪怪的 连你们两个都一样 那是因为你已经是公司的名人了 你不知道啊 昨天的舞会 你简直就是全场的焦点 万众主 对对对 重点是 你站在上海滩 以风华绝代文明于世的 英明珠面前 竟然一点也没被他比下去 锦绣 你以后就是我的偶像 我只是跳了一支舞而已嘛 跳一支舞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原来你的神秘舞伴不是向二少 是黄埔商会赫赫有名的左二爷 他们都说 左二爷从来没跟女人跳过舞 锦绣 我越来越觉得你是个神秘莫测的女人了 神秘莫测 对啊 我调查过了 追求你的人呢 的确不少 而且个个都不简单 当然你放心 我 是绝对不会放弃对你的追求的 为了不让他们杰足先登 好 容锦绣 嫁给我吧 你别闹了 好吧 和我料想的结果一样 没关系的 俗话不是说嘛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说yes的 快点去上班吧 好 你先坐一会儿 我在做饭 对了 你自便啊 你看我 笨手笨脚的 饭都做不好 你要干嘛 没关系我来就好了 你干嘛 你要做菜啊 我不做 不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俩 都被毒死吗 没关系 还是我来吧 做的这种事情 太危险了 不用了 你一定要站着呢 什么越棒越棒 我去拿下了 尝尝看 不好吃 骗你的 好吃 真好吃 对了 这次舞会的事情 谢谢你啊 想信我的话 就把这桌子上的菜 都吃光吧 好啊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给女人做过饭 这是第一次 那你以后要经常做啊 你做的菜这么好吃 你想一直吃我做的饭吗 我一直很想谢谢你 你总是这么帮我 照顾我 在我每一次有困难 觉得很窘迫的时候 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保护我 我觉得啊 你就好像我哥哥一样 他居然说我是他哥哥 二爷 这可是好事啊 好吃就多吃一点吧 好 来 你也吃 陈老爷 好久不见 臭小子 你哥不敢跟我谈 就派你来了 我的确是要跟你谈一下 有关帝族方面的事情 但是呢 不是我哥派我来的 既然不是他派你来的 那你就更没资格跟我谈了 那请回吧 不送 那 你看完了这个东西 我又没有资格跟你谈呢 你这臭小子 你以为拿着女人的内衣跟我谈 就有资格了 那我就不用租地了 干脆我改卖女人内衣得了 干脆我改卖女人内衣得了 那如果是某某的呢 那 那 如果是某某的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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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小姐不见了 我们找遍了整个井南城 都不见小姐 我就赶紧过来找您了 大姐 别着急 伯母她现在 很安全 等我你们 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你当然可以打爆我的头 但是 你也休想再见到你的女儿了 你 你 你 我 你 你呢 不是跟你说过听到三长梁短才开门吗 没关系的 我在上海谁都不认识 除了你来找我还有谁 孟孟 没事吧你 爹 爹 你怎么来了 这什么坡地方 走走走 咱们回家再说 臭小子 你给孟孟吃什么迷魂汤了 他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孟孟她是一个成年人 她想去或者想留 她有自己的决定 我们谁都控制不了她 孟孟 难得你老爹过来 别让老爷子操心了 要不 你就先跟他回去吧 嗯 孟孟啊 你让爹怎么说你啊 外面骗子那么多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跟人走了呢 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 你让爹我怎么办呢 啊 爹 我 好好好 爹不怪你 不怪你 都是那些骗子不好 爹 我知道我错了 可是我不是故意让你担心的 没有没有没有 乖 我的孟孟最乖了 爹 可是我已经长大了 是我自己要跟英东来上海的 他不是骗子 他是我爱的人 萌萌啊 你还太小 你不知道什么是爱 你知道他什么人吗 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但是我知道他的名字 他叫声音东 这也许不是他的真实名字 但那有什么关系呢 名字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 我爱的 是他这个人 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 不开心的时候会皱眉 烦恼的时候会咬嘴唇 生气的时候喜欢喝酒 却从来不在人前发脾气 这就是我爱的人 这样还不够吗 爹 爹 起来 起来 你剩我养我 可是我 却做了那么多让你伤心的事情 我求求你 不要阻拦我 我是真心喜欢英东的 我是想要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 无论平复 贵戒 我都想要和他在一起 而且 我要用神梦的身份去爱他 不是你女儿的身份 我要用我的名字 来担当这份爱 爹 所以我求求你 求求你让我去爱他好吗 我知道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并不是很开心 但是没有关系 我会用余夏的生命 和所有的日子去给他创造快乐 我知道我很笨 给你带来了很多负担 让你操心 但是我会努力的 我希望有朝一日 我能够让你们两个都快乐 好 好了好了好了 我的好梦梦 起来起来起来 不哭了啊 爹答应 我的梦梦 他喜欢什么 爹我就喜欢什么 行吧 爹 不哭了 你个小崽子 我真想宰了你 你们向家要什么我都给 满意了 你说 你要怎样才可以放手 沈老爷 你先消消气 我 我真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女儿会这样 别废话 我告诉你 我跟你们向家的恩怨 那是我的事情 不许你伤害梦梦 我一直以为 这向寒川 他起码还是个君子 可你向英东所做的事情 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我看不起你 我看不起你们向家 向寒川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向寒川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对你们向家没有半点尽重 这是我个人行为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会再伤害梦梦 我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我希望你说得出做得逗 我希望你说得出做得逗 没想到呀 他的动作这么快呀 你很得意 你应该的 我们向家的二少爷 我最最亲爱的弟弟 勾引了沈京荣 藏在济南的宝贝女儿 私奔到上海 你用一个父亲 对他女儿 无私的爱作为弱点 竟然去要挟对方 然后签下了这份 看似对向家 有着无比价值的合约 能干出这种事 你不应该得意吗 哥 我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他是这样 我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 你就是这样维护向家的 好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卑鄙肮脏的事 小龙东 就叫我来 在我家里面 我想说 不过 你不想要 你怎么想要 我 你不想要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珠 明珠 找我有事 你这个椅子 坐起来不错 这个椅子是不错 就是坐久了会有点累 是吗 那我还是不坐了 我这个人特别怕累 对了 今天我来呢 是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这几天观察了一下 发现有两个员工不是很好 我觉得你应该把他们开除 说来我听听 一个叫周倩 酷管部的 另一个呢 另一个 容锦绣 怎么了 怎么说我也是董事 难道我连看出两个员工的权利都没有 这个周倩平常工作就不思进去 还喜欢暗地里挑事 带坏了工作的气氛 我早就想过要开除她 既然你今天提出来了 那就这么办吧 不过 容锦绣恐怕不行 为什么 像容锦绣这种档次的员工 我随随便便可以找好几个过来 我觉得你可以马上开除她 第一 容锦绣正在负责 美华最新研发的药妆项目 这个项目本来就是她一手策划的 少了她 别人还真的替代不了 第二 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的规定 容锦绣在美华没有犯过错 相反 一直很努力 这样的员工 美华是不会开除的 至于第三嘛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左振一直在暗地里帮助容锦绣 以左振和向先生的关系 如果要动她 事情会变得很麻烦 你也不太好向向先生交代吧 你威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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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